好 還有來看到 台鐵公布了今年1月份到5月份的營收 已經達到了132.25億元 比去年同期成長4.9% 隨著運量提升 台鐵勞工董事認為 調整票價是勢在必行的 否則台鐵開一趟就會賠一趟 那麼期待最高可以有50%以內的漲幅 台鐵公司董事長杜維就說了 票價調整 預計下半年討論 目前還沒有實成 而航空公司也計畫要調整定位服務費 未來出國完 票價將會變貴 動漲了29年的台鐵票價 現在運量要漲價 使得運量超越疫情前水準 台鐵勞工董事吳常志認為 調整票價勢在必行 像是29年前的柴友1公升10元 如今漲到了20幾塊 整整多了一倍 但台鐵運量提升 票價卻沒有調整 再加上其他成本 根本是開一趟 賠一趟 如果有可能的情況下 你現在目前票價 調整1.2 其實50% 也是有一點點比較過了 有一些票價是確實有偏低 從台北到板橋 那搭台鐵只要15塊 那搭捷運要25塊 那搭公車要30塊 確實是有在整個來檢視 來檢討的空間 票價調整幅度還要再做討論 而台鐵公司日前也曾依照台鐵運價率公示 提出漲價方案 實際估算如果調漲44.52% 搭資產號從台北到高雄 會從原本的843元變成1,219塊 台鐵方面則表示 預計下半年會討論票價調整 但目前還沒有明確實成 另外民眾想出國玩 也會變為不少航空公司打算調漲 定位服務費 包括黃航 長榮跟立榮都要調漲到 每航段25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807塊 台灣虎航也公告 從6月17號開始 只要是旅遊旺季航班 定位服務費也要調漲100塊 從大眾運輸到航班 民眾的荷包只怕又要輸水 記者魏鐵魯郭聰 綜合報導 值得